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itop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这地方稍微有一些感慨 就是本身我原来这边的讲解内容 实际上没这么多 我觉得就讲这么多就可以了 但是没想到我讲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东西越讲越多 如果不讲清楚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不太负责 那我仔细想一想 我还是讲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适应于各类这种学员的情况 然后制作了这种更为精细的一些考量 就说有些东西可能你用不到 但是有些人他是要用的 还有就是在入门的这一个环节中 环境的安装是相当重要 你可能在这个时候 听口的时候感觉不到这个它的重要性 但是等你工作以后 真实环境中 你就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你就树心很多 如果你环境都没有 说不好听点 你程序也开发不了 那个时候的进度完成不了 然后老大让你去安装一个机枪 你磨磨叽叽半天搞不定 那真的很尴尬 甚至让你去选择一个类似安倍 或者是cold manage的一个工具 你也磕磕巴巴 甚至根本就没就没人知道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清楚这是啥东西 也害怕也不知道怎么去 即使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安 或者安就是各种问题 那这种情况就退而止步 老板就会怀你的这种能力 说你连集群都不会搭 你的程序怎么写出来的 你还给我号称工作经验五年 还薪资要那么高 要你做什么 对吧 所以免除这种尴尬呢 我觉得很有必要 将这种之前讲解的这种 安倍的本地化的安装 这个比较简单 那在生产环境中 我们要搭建一个安倍如何实现呢 那首先也是一样 在我的这个云盘装下载这个 Hadoop Spark 视频教程的这个所有软件 包含的都在这里 这个地址是在这 那里面呢有个文档叫Hadoop 2.6 Barrier 2.0.1 安装 这个东西文档下下来 里面呢就是这个 安装的过程 这个文档呢我也是在这里 我也会大手上传上去 让大家分享给大家 这个呢真正的是没有向对外公布过 这是当时我安装的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真的是我一个人整理的 没有任何人的帮忙 那有些时候觉得得到了这种 宝藏的感觉 好 那在安装过程中呢有寻求了一些帮助 比如说这个域民 他当当时装的版本呢和我是一样 那我当时装的时候呢 这个版本是刚刚发布不久 刚发布不久的两三天呢 这个人他就安装了一次 我结果根据他的安装方式呢 我也没想到安装成功了 那这是我的一些经验 他安装生产环境中的M-Berry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在线安装 什么是在线安装呢 就是通过设置这个Linux中设置M-Berry的 这个安装源 然后呢在线就是安装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去下载那个安装包 然后解压 然后这些这些执行过程呢都是自动完成 但是那个安装呢是比较耗时的 由于我们在国内啊 所以他的下载可能时不时会断 所以你要经常的重试 重试很多次才能安装成功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将他的那个安装包下载下来 配置成本地元进行安装 那这样是速度非常快的 K键第二种下载安装包并且在本地安装 如果想在线安装的话你可以体验一下 我相信会出各种问题 那首先安装第一步呢关闭防火墙 使用Service iptables stop hosts 这个清空 他是调用了一个python 然后还有时间的同步 然后这里面呢要启动这个ntp start 看一下他状态是不是启动成功 这个因为我之前安装啊也没注意到这个 安装他这个SSH免密码登录自己完成的 所以我当时是手动做了SSH 就是舞台机器做了SSH 后来看了一些别人的教程发现 这个安装他本身自带了这个机器之间的SSH 你只需要告诉他哪台机器他就可以自己做了 那我至今还没有尝试 如果有机会同学们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JDK实际他本身也自带了 你也不需要去安装 但是我还是追求一个最新版本的人 所以有这种洁癖 我自己呢装了JDK8 那我一直推荐的是装JDK8 如果你去面试你回答也是这样 他说你用的加尔版本多少 你自豪的说JDK8 接着呢就是修改这个主机名 这跟之前的教程 我的那个视频中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小看一些我们的小练习 实际上在生产环境中也是一样的 对吧 没有什么区别 那是修改主机名 这是当时的一些机器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台机器 把他IP地址和耗层全部绑定 放到这个ETC下面的HOTS 然后关闭这个另一个防火墙 刚才说到了这些呢 跟之前也是一样 然后将这个一台机箱修改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风发到其他机器上面 用SAP对吧 然后之前也讲过这个命令 然后将这个HOTS 然后传到这台机器上 陆续你可以传到其他机器上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分布式的一些工具 一次性将这些交报 一句话就可以传到所有机器上 那还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同步 这地方呢可能你需要在局域网中 就内网中设置一台这个时钟同步的机器 那这里面我选取的是这台机器 那这里面呢当时也是用了一个工具 就是那个刚才我说的分布式工具 PTSH 那他可以一次性将这些机器呢 同时启动这个NPT就是时钟 你看这里面定一个变量 变量里面你放了这个三个IP地址 那他一次性呢就可以将 这这这这句命令就是启动这个 NTP的这个命令 风发到这三台机器上去启动 你不需要一台一台去手动启动 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SSH 明密码登录对吧 那这地方呢就是生成这个 公药私药的一个方式 那前面也说了 Mberry他本身就自带了这种明密码登录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 不需要设置SSH试一下 安装JDK那不用说了 那首先呢没有讲到就是说 首先要卸载这个CentOS 本身的这个JDK 这地方呢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安装Linux 应该给大家讲解这一个内容 突然间讲的过程中发现 应该是从这地方讲起 这个呢是当时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所以这个来说呢更为新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来进行一个讲解 它里面的内容呢 这个呢基于是第一个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缩减板 那U盘安装Linux 那这地方呢你需要安装一下这个 OpenSSH 然后再更新一下 SSH 不然的话这个SCP和SSH用不了 就有些这个Linux的版本中呢 它没有安装这个SSH和SCP 剩下的还是主机绑定 刚才也说到了 还有这个挂载分区 这地方呢就是硬盘 因为HATOP呢本身 需要存储海量数据 然后可以使用DF-H命令 查看一下测盘这有哪些分区 推荐使用呢 EXT4格式 那这就是刚才那个自动挂载分区的一个脚本 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这是通用的设置 也是用的是EXT4格式 然后最后是挂载分区 接下来还是关闭防火墙 跟之前一样 然后设置时间同步 首先呢你要安装这个NTP这个服务 方式就是用-y 然后inst down 然后npt 然后启动 这是它重启命令 之后呢是设置密密码登录 也不用说了 就是和以前一样 这条需要说的就是 就是一个不同点 就是 那明明登录的时候呢 要设置它的认证的K 的权限是6本 那这与其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Cat 命令呢将这个公钥 然后合并到这种认证的K里面 那这边也说到了 就说在A机器上 对吧 比如说22机器上 生成的K发到这个23上 23的这个temp目录这个文件 然后将这个temp文件23上本身存在的这个认证K合并 这样呢就产生了两个这个两行数据 两个 将那两个工业放在一起了 然后同理 那就其他更多机器的话也是可以这样 那这样设置好以后呢就可以使用SSH进行一个登录了 那这地方呢是通过主机名登录的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绑定了IP和主机名 这样的话就可以收集到所有的所有的host 就是你已知的一些host都会在这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已知host也同步到其他机器上 那也使用的是SCP 这地方呢还是一个命令 就是SCP-R 那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安装JDK 对吧 要最新版本 安装了个比如说8版本 那你需要在其他机箱也是8版本 那这地方呢你需要同步 你你当前机器上的JDK版本 以及下面的所有目录和文件 那使用的是这个杠啊 那你需要将配置文件就环境变量 也要 也要这个 配置过去 发过去 那你也需要这样做 还有最后综合的这个认证的case 也是需要同步到其他机器上 那这就不再做追溯 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 然后ss-copy-id 大家也可以同时一下 serlinux对吧 这样写错了 serlinux 卸载这个原来的JDK呢 就是openJDK是这样卸载的 首先看一下它有没有 然后删除呢用这个rmp-e 然后以这个方式来去卸载 如果java-version 里面是看不到java的内容 那就说明java卸载了 紧接着呢就是安装java 在linux的安装呢 我前面也介绍过了 然后就不介绍了 那还有java-version 就是最后sauce一下呢就能看到版本了 关闭serlinux呢是这样子 马上进用呢就用这种 输入这个这条命令就可以禁止了 想永久又关闭呢 这个地方需要重启 那就修改一下etc serlinux的config这个文件 里面把这个 serlinux设为disabled就可以了 查看它状态呢 可以使用sauce status-v 看一下它是否开启 因为我们采取了这种本地员的安装 所以我们是先将这个unbary的包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放到本地的一个服务器上 这里安装的就http Apache的这个 一个外文应用服务 实用的是用的方式安装的 那这地方也可以修改一下这个配置 然后将这个unbary的这个包 然后上传到这个 它的whtm这个文件下 当然你需要将它设为重启 重启以后自动开启 自动启动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启动这个http这个服务器才可以start 这地方相当于搭建了一个网站 就是说说白了就是一个网站 然后将这个文件放在这个网站的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去本地下载 安装 这地方呢 同样也是我们需要安装一个MySQL 如果你不去安装MySQL的话 它默认的是Postal Graph SQL 那个呢对于我们来说有些时候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建议推荐安装MySQL 自在的MySQL 那安装MySQL呢也很简单 首先呢是安装MySQL的Serva 然后就可以启动Serva 然后再安装一个 这是和加尔通信的一个包 你接着启动 那有些时候呢你是需要安装这个MySQL 客户端 通常情况下呢 这样安装它已经就具备了客户端功能了 然后我们可以给MySQL设置一个密码 通过这种方式输入化密码 这种方式重启MySQL 这种方式是启动MySQL 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给Mbary创建数据库 基于它的那个权限 强调一点这一点是可以去设置MySQL密码的 看一下 甚至当时我设置密码是root和root 创建一个Mbary的数据库 使用这个数据库选中 然后呢创建一个用户 然后给这个Mbary授权 所有的接点都可以去访问这个数据库 然后又创建了物质这个数据库 因为我们集成环境中呢就有物质的 所以也是一样授权 那所有的授权呢 只需要这样一句话 授权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让其他的客户端去连接这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账号 这里方向这是账号 这是密码 这个是IP 那这个百分号就是说是所有的 那你也可以将MySQL设置为开机启动 这样是很方便的 看一下MySQL是否开机启动呢 这里面的是 那这里我一直还在讲到这个本地安装 Mbary也就是一种离线的方式 首先呢也是需要下载源 Mbary的下载到这个先进到CD 进到ETC下面的用户.repos.d里面 然后创建三个这个ERPO 首先就是说下载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呢就是Mbary的包 第二个呢是Hadoop的一个主要的包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YouTube 那这一句话就是使用破这种脚本 然后进行一个替换 它是将这个网络的一个圆 换成了一个本地的圆 那这地方呢是一个本地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将上面的这个文件里面的配置 这里面有配置的 将这里面的这些单词 就这个域名换成为这个域名 它就变成一个本地的 这句话的很有用 为什么要设计为主机名呢 前面一直介绍过 这里就不怕改IP了 如果你IP一变的话 这地方就会有修改 所以很麻烦 安装之前呢 我们是要将这个用目 进行一个缓存清除 是用这种用目clean on 然后再看一下有哪些用目